可爱的萨摩爷有个微笑天使的称号 但他同时也是雪橇三傻之一 能将这两种称号合而为一 绝对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大家好我是狗妹 欢迎来到狗狗搞笑频道 国外网友洛塔和米罗 养了一只五个月大的萨摩爷翁尼 有天主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张翁尼的呆萌罩 只见他全身的毛毛沾满了泥巴 无辜的脸上却是干净的白 网友们看到后都笑了 本王有藕包 帅气的脸不能脏 翁尼在出门封完一天回家后 全身上下的毛毛都变成了咖啡色 还不小心的结块了 反观他的脸却异常的干净 面对全身脏兮兮的翁尼 到底该怎么清洁呢 主人表示 刚开始我们的心情也很复杂 很气 但是更多的是好笑 看到他一脸无辜样 实在是太疗愈了 有些网友问 最后是帮翁尼洗澡 还是PS修图了呢 洛塔回答说 翁尼每次出去都玩得很疯狂 回来就是这个模样 他脸上的毛毛比较短 所以沾不上泥巴 才会搞得身上脏兮兮 脸上却白亮亮的 对于亲里这件事 他们没有每次都给翁尼洗澡 只要等他身上的泥水变干 再刷一下 翁尼又摇身一变 为全身雪白的小天使了 翁尼的日常就是会跑到当地公园 或是去找姐姐A打完 主人早就习惯 他这般解放自己的模样了 面对毛海的调皮变身 你有办法接受吗 欢迎留言分享哦 我是狗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